人间苦空无常 愿世人不分你我 丙足安然脱迷 众世尘道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集的《申子智库》里面 《知书色礼》第十集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宋词 提到宋词 大家想起上一集是《申汽疾》 《申汽疾》也是一首宋词 但今天所说的那位作者 就是《唐宋古文伯大家》之一的《申汽疾》 提到《申汽疾》 大家都会想起 申汽疾有两父子 申汽疾疏秦 《申汽疾疾》 《申汽疾疾》 他是第一位作了一首宋词 那个词不是一般的宋词 是一个盗亡词 是悼念他的亡妻 大家都知道 蘇东科波本身是对他的亡妻王氏 是非常之思念他的 后来当然他也有续取 自古以来文人是比较多 是一个优秀善感的 那我们也可以看看今天这首词 相信这首词 如果我只这么说的名字 大家可能突然忘记哪一首 但如果看到里面的词 大家一定会想起 就是《耳熟农场》 名字就叫做《光成子》 这个江城词讲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样东西 十年心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焚 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婴不息 尘满面笨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牵窗 正梭妆 相顾无言 唯有泪千痕 尿得年年断长处 明月夜短重江 我们可以看到十年生死两茫茫 苏诗其实还在掛着 他之前的前妻那位亡妻 已经超过了十年那么久了 在这十年里面他还是一路在想 一路在想 他觉得自难忘 然后千里孤魂 因为他遇到很远 当时他遇到四川 距离他住的地方就比较远 因为千里孤魂 无处话凄凉 觉得很慌忙 那种心是很不舒服的 即使他太太就算说 还在生的话 突然起死回生 都已经大家不能够认得大家了 因为彼此之间已经是沉满面 其实说什么沉满面 只要不过皮肤变厚了 变得沧桑了 那面后就变得灰灰的 那就是 大家要知道这件事 古代 古代我们经常说四十年不滑 古来七十 七十古来稀 那好了 大家想想想 以前你想想 连牙膏牙策都没有的 只是说早上梳洗而已 洗澡亦都沐浴 都未必日日是可以做到的 这件事 那非不得另外 如果你说好像洋鬼妃那些 那当然绝对可以 那好了 那然后 混笨如霜 混笨就是 就是酥 酥根 它们中流质酥 还有头发 好像霜 霜就是白雪 我们这件事很容易理解 那夜晚一刻 都在那 好希望回到家乡 那但是 靠着个小小的窗 因为古代 他们在屋 就很多时候 就很喜欢 挡着北风 那窗 一个小小的窗 那便邪阳晒进来 OK 太阳晒进来 那样 但是这个窗里面 隔壁就有一张小小的桌子 而那张桌子 那当然是被女士们去化妆的 那另外你也可以看到一件事 他都说 相顾无言 大家见到面 即使说 就算他翻山了 大家见到面 都没办法 可疑 大家再有话说了 因为 只有是 得个雷 一言难尽 说出来都很相悲 只能够眼泪 一行一行 他都成千行 那大家都可想而生 可想而知 那他说 还要是 他们很喜欢这些字 其实 古诗 老板词也好 是容易作过新诗很多 我自己觉得 因为大家 你想想 大家很多时候都会用什么断肠 就是 又会用酒 又是用花 又是落花 又是水流 又是用季节性 邪阳 又是落日 直阳 即用这些字 明月 好月 好月 那又是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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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月 夜 夜 夜 晚上 五 五 会用日 白梢 星 百佢 可能 其實我自己覺得作古詞是真的容易掌握過現代的所謂傻文 傻文是因為他的目的就是想弄到不要弄那麼多格式 讓大家寫作容易 其實又廢除了白古文很多很多東西 但對KEEP來說我覺得很特別 我覺得其實白古文真的不應該廢除 其實古文你們所說的知乎者或者那些字 一個字就有多重意思 而且用的時候亦都可以剪刮 亦都很簡單 你可以想想一件事 連電報都不用打 暫時停一停 用email 或者用whatsapp 可以直接送一隻字 一隻很簡單的字 寫一個字 然後放一隻白鴿 放一隻鴿子在鴿子上放出來 窗外 讓它飛回來 期待 等待 回 回覆那種感覺 是真的太美妙了 所以我記得以前小時候 曾經有段時間 在阿KIM讀書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小的分享 小小的東西 在阿KIM讀書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 因為我是讀法律的 醫療法律的 很多時候我們對於讀 文學的男生 就是修讀文學的男生 我們總是覺得很一下想 因為覺得他們很有文才 而曾經我們試過玩那個遊戲 就是怎樣呢 就是 就是把一首 作一首詞 簡單的 可能是四個字 或者怎樣 那個詞當然要準確 用得準確 還有要短 簡短 然後把小小的字 夾在圖書館裡面 當然是大學裡面的圖書館 那裡面 其中一本書裡面 你說 整個圖書館這麼大 我們就會想一個詞牌 當然我們會放在文學系的那些書 給了一個詞牌 讓對方去找出你那張紙條出來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比起今時今日 大家要請人知 去送一個不知多少卡的轉席給別人 我覺得就是更加有意義多一點 大家下次如果是 就是 偶爾找一些小玩意玩一下 其實這件事都挺interesting的 這樣 那今集多謝各位先 那順帶一提 我們的理器文師哲學研究社 文學科 中國文學科 和英理那裡 就已經是救人了 就可以開班的 那大家如果還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 歡迎大家去查詢電話 在59003-5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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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同小節聽你的 那另外 中國歷史是通史 那裡我們也會開的 為期是一個月是四堂的 那四堂呢 就是每堂是一個半小時 那我們會是在這個中環區的 那而且就是暫定是在星期一的夜晚 是七點半 去到九點鐘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報名 那今集多謝各位了 拜拜 拜拜